好 来关心天气 今天开始东北季风持续的减弱 那现在在中午这个时间呢 各地天气都还算蛮稳定的 北台湾呢 云层量稍微多一些 高温已经来到26度 中南部地区高温都来到接近30度 而在东半部地区偶尔有飘雨的机会 但是高温也来到26度 只是在外岛地区有些飘雨的情形 那我们从动态云图先带大家来看到 现在在台湾附近呢 风面已经往台湾的东侧来推移了 那台湾附近呢 还有一些零星的风面水气 不过现在呢 整个高压系统已经进入到 接近日本的位置 所以台湾附近开始 所以比较偏东风到东南风进来 接下来今天一直到星期二 温度呢是可以一路的上升 星期一到星期二的高温 甚至可以来到接近北台湾30度左右 不过接下来后面还有一波冷空气 预计在星期二的深夜 就会影响到台湾 那在今天的降雨的部分 我们赶快来看到 在今天雨区预测的部分 今天刚刚讲到封面 已经往东边来推移 水气逐渐的减少 但是呢 大台北东部以及呢 宜兰山区 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阵雨的机会 在今天入夜之后呢 恒春半岛 也是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机会 外出还是要多加留意 不过呢 各地大致上 都还是多云稻情的天气形态 那在天气趋势的部分 带大家来看到 今天到星期一的时候呢 各地的天气呢 是晴朗稳定的 但是东半部地区偶尔还是有些 局部短暂阵雨 星期二要留意的 就是星期二的白天 天气是稳定 但是呢 星期二的晚上到深夜这段时间 北方的冷空气夹带着水气移入 天气又会有变化 尤其是在中部以北 以及东半部地区 转而比较偏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 那温度呢 会一路的下滑 从原本星期一星期二 五间的高温 北台湾大约29 30度 到了星期三 中午大概就只剩下20度左右 有着降温的幅度来到9到10度之多 星期三 星期四 相对来讲 会是比较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 大家看到各地的详细预测了 北部地区在高温的部分 可以来到28到29度天气晴朗 中部地区同样也是晴朗稳定 但是温差比较明显一些 大约有到8到9度 南台湾的高温 也是可以来到31到32度 东半部地区降雨也是趋缓下来 高温大约在28到29度 外岛天气逐渐转勤 高温在27度 我是陈继根 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